若知未赐 则无如实之实 我们自己 晓得自己的身份地位 就不会有过失了 所以特别这一段的时候告诉我们 自己要晓得自己的位置 你才能真正发奋 用功 我们今天求生西方净土 西方净土有三倍九平 那就是它的位置 但是 净土是个特别法门 什么法门呢 平等法门 有没有位置 有 所以有平等 凡夫往生 到西方净落世界跟观世音菩萨同坐吃饭 观世音菩萨等着 平等 这是摄影响 这是摄影响世界里头没有的 所以 极乐世界是真正的平等世界 佛佛与众生的平等 佛与众生的平等 佛与众生的平等 佛与众生有无量相 佛与众生有无量相 因为你也充满了智慧 你的智慧相好从哪里来的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无戒修行 功德加持给你的 这么一回事情 你说阿弥陀佛的恩德有多大 阿弥陀佛对你有多好 你走遍虚空法界 找不到第二个人 他对你这么好 这么样的真实 你要不相信 你不好好的学不到极乐世界去 你只能怪你自己 没佛报 没智慧 所以真正明白了 学老太婆 什么都不懂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决定往生 而且生到极乐世界 平位不低 他绝不是下三平 为什么下三平不可能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欲知识知 这样走 这种瑞相就证明 凡生同旧途上背往生 上上平 上中平 上下平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如果我们要是 方便途往生 那就要断活 就要放下 至少把执着放下 释出世间一些法 不执着了 你一生极乐世界 决定是神 方便 而且决定的是 不要执着了 凡夫最严重的烦恼 就是想控制 想占有 为什么呢 不知道全是假的 不知道这是一场梦啊 真正了解了 那个占有的念头 控制的念头 就一扫干净了 那你就 提神了一级了 你就不是凡夫了 小胜 虚托还 斯托还都小胜 为什么这种 我有的供养别人 不要了 紧紧抓住阿弥陀佛 不放 我就成功 同修们如果真正知道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万云方向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亲近佛陀 你这一生 圆满了 不再搞 轮回了 家庭眷属 难分难学 告诉他 一起求求生极乐世界 才永远在一起聚会 不能到极乐世界 一死 过人走过人去了 永远不再见面 这是四世 这个一点都不假了 过人的夜报不一样 过人的去处不相同 了解四世真相的时候 才知道 放下是正确的 全是假的 这个世间人与人 虚情假意 说穿了 全是自私自利 通通是造轮回 轮回心 造轮回 轮回里面受苦 明白人 不要早一点放下 对 Katherin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镜